作为同学,大家好,今天我们接着来看五根最后的一条,绘根。 设善落实在绘根里,就有能力辨别善悟,事出世间善于悟,很不容易辨别,没有真实智慧,往往把善法, 看作卧法,把卧法看作善法,这个事情古今中外,例子太多太多了,可以说不胜美举。 无论事出世间法,如果要想成就,不能没有智慧。 首先,要有智慧,观察自己的根性,这是头一条应当要知道的事情。 其次呢,要依据自己的根性,选择发门。 倔则发门之后,才选择老师。 这个东西是有层次的。 如果是乱了的话,那哪里会有请求? 往年,我在台中,亲近离宾南老居宿。 有一年,在台湾呢,这是台湾最高的学府,台湾大学,成立一个佛学社。 这是台湾呢,佛教在大学里面正式,这个有组织的来弘扬佛法。 头一个,是周宣德老居宿发起的。 周老居宿跟我也很熟。 那么,他跟黎宾佬是老朋友。 他们年龄也很接近。 消息传到台中,黎老师听聊很高兴。 我在他的身旁。 我这个态度呢,是很不以为远。 老师就问我,你觉得怎么样? 我说,我觉得不是一种好事情。 他说,为什么? 这是好事情,高等学佛,高级知识分子学佛了,这怎么不是好事情啊? 我给老师说了一句话。 我说,正是因为他们是高等知识分子,对社会影响很大。 万一他学佛要走错的路怎么办? 谁有能力把他纠正过来? 老师听到我这句话之后,他的态度就很严肃了。 他说,对。 他回过头来问我,那怎么办呢? 我们那个时候在雌光图书馆。 我说,我们图书馆可以利用寒假暑假了,来办个大专佛学建筑。 我们也招一批大专学生来,我们这里传给他正法。 他那个地方有拼有邪呢,我们这一批学生可以跟他两个去辩论去了。 这个方法最好。 雌光佛学讲座,你就这么样起源的。 所以以后,寒暑假了,我们就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。 那么为这个讲座呢,李老师几乎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去想这个课程。 暑假,大专将做三个星期到四个星期。 寒假呢,时间比较短,两个星期。 这两个星期到四个星期,要给学生讲些什么东西。 怎样把这个佛法介绍啊,给这些完全没有接触佛教的大学生。 不是随随便便做的。 真的经过慎重考虑,选择扩扩。 那么最后呢,选择了六门功课。 第一门呢,就是佛学讲座十四讲。 那个十四讲就是佛教概论。 也等于是认识佛教。 第二步选的呢,八大人哲经。 八大人哲经是佛经里面的佛教概论。 经文虽然不长。 大小城,信乡两宗啊,这个教义都包括。 等于是佛经里面的佛教概论。 这两种啊,都是介绍佛法的。 然后就考虑到结门跟新门。 结门不外乎,性相两宗。 那相宗呢,就选择白发明门。 啊,我一时简介。 啊,信宗呢,就选择心心。 啊,这个大家常常念,啊,都很熟悉的。 这是解门。 啊,行门,佛家重视行门。 啊,台中佛教联系,顾名思义,要专修净土的。 所以行门就选择佛说阿弥陀经。 啊,这是尽松的。 除这个之外呢,另外选那个普贤菩萨行愿品。 啊,也可以涵盖所有大臣的修设。 啊,用三个月的时间呢,决定这六门功课。 啊,功课决定之后,然后再请老师。 啊,哪一个老师对这个门功课有专长的,请他来教。 啊,那么李老师这个研究扩展。 啊,学员聘老师,我都参与。 啊,我跟他两个在这个小房间里面,这个东西反复讨论三个月。 啊,所以他这大专讲做成功了。 啊,不是随随便便的,哎,到几个人呢,他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,那扩成乱七八糟,你没目的的。 啊,所以,这个是用智慧的选择。 啊,我们修学是这个修学,是处世间法,也一样啊,要用智慧。 啊,第一个问题,我这一次到这个世间来是干什么的? 啊,你们有没有想过? 啊,我想这个问题是在十四岁。 啊,我就想到我来这个世界干什么的。 啊,为什么要到这个世界来? 这人有个启发了。 看到这个世间,苦难这种事,啊,我十四岁那个时候, 正式抗战上。 啊,抗战爆发,这个,这个,这个,爆发的那一年,七七四兵,我十一岁。 啊,看到那种的惨状,啊,战争的恐怖。 啊,到处难民,流离失所。 啊,所以看到这种悲惨的状况,我们要全心全力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。 啊,我们人生的目标就确定了。 啊,为苦难众生佛物啊,帮助这些苦难众生。 啊,那用什么方法来帮助? 啊,在那个时候,我没有接触到宗教。 啊, 啊,所以,啊,这个方向呢,就像政治这个方向。 啊,啊,头一个,你帮助一切众生解决问题,离不开经济。 啊,所以,头一个就想到这个问题。 啊,第二个,我们遭受日本人的侵略。 为什么有这么样的苦呢? 我们的军事比不上日本。 啊,啊,所以就想到经济问题。 啊,想到军事问题。 啊,啊,然后连续往下想的时候呢? 啊,啊,就想到行政上的问题。 啊,就想到行政上的问题。 教育上的问题。 外交上的问题。 最后想的是哲学上的问题。 啊,啊,我是很小时候脑子就匆匆想这东西。 啊,啊,我26岁遇到复法。 啊,亲近张家大使。 张家大使一句话提醒我。 他是,政治不如复法。 啊,如果政治上万一有一个错误,这个这个措施。 多少人受害。 啊,啊,啊,而佛法救世间,有贝利而无一害。 啊,这个话说的有道理。 啊,啊,所以我走佛教这条路子。 这是张家大使替我决定的。 要用智慧去选择。 我这一生走哪一条路? 我这一生走哪一条路? 这一条路一定要走通。 啊,啊,试出世间,学书。 决定要依靠老师啊。 啊,乌根福都重视孝道,私道。 啊,私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 啊,所以现在的社会已经没有私道了。 啊,为什么呢? 因为他没有孝道了。 啊,这是这一代啊, 试出世间法修学困难的第一个因素。 啊,我从小的时候。 还受一点旧家庭的教育。 啊,对这个道理懂得一些。 印象非常深刻。 啊,我十四岁离开家庭。 一个人生活。 啊,懂得。 清净私有。 啊,知道尊私忠道。 啊,所以在夜深修学过程当中,可以说,我的时间没有困固。 没有浪费。 我所遇到的都是真正善知识。 啊,而且这些老师都是非常热心教导。 啊,事发福发。 不能忘本的。 啊, 啊,福外法的根本。 是释迦牟尼佛夜深所说的经教。 啊,中国古圣先行。 啊,中国古圣先行。 这些老祖宗。 他们的智慧。 他们的经验。 借着经典流传下来。 啊,啊,言语常常说啊。 啊,不听老人言,吃亏在眼前。 啊,我们今天中国人造的这个劫难就是吃亏了。 啊,啊,为什么会有这个劫难呢? 不听老人言。 所以才造成这个劫难。 啊,啊,学佛的人不相信佛的话。 啊,啊,学佛的人不相信孔子的话。 学道的人不相信老庄的话。 那,那就得吃亏了。 啊,那就是世间就劫难来了。 就这么回事情。 那个老人言呢,就是古圣先行的教会啊。 那是真的学问啊。 真智慧啊。 你想想看,他传了几千年。 这几千年多少人看过。 如果他不是真实的, 早就被淘汰掉了。 怎么可能流传到今天? 啊,所以千百年留下来都是真实智慧。 啊,最善的教会。 啊,今天我们讲的慧根啊。 这是中国人的慧根之所在啊。 大乘佛法传到中国, 已经完成完全中国化了。 啊,确确确实实变成中国的佛法了。 啊,我们看看啊。 啊,祖师大德在经论里面的著书,可以说。 啊。 将中国的儒家道家, 柱子贝家的说说,都融会贯通在佛法里面。 啊,成为啊,一个智慧的整体。 这个难得了。 啊,我们没有智慧就没有能力啊。 选择要走的这条道路啊。 啊,没有智慧,你就没有办法清静,明思良有。 啊,你也不懂得用什么态度啊,去学习。 啊,如果还要随顺自己的息息,那是决定失败的。 啊,所以我们常常勉励同学们呢,我们是反复,还没有明心皆心。 啊,也就是说,你还没有超越舍法界。 啊,在这个时候,只有一条正路。 啊,依靠佛菩萨。 啊,随顺佛菩萨的教诲,随顺圣人的教诲, 决定不能随顺自己的妄想习气。 啊,要放下自己的妄想习气,随顺佛菩萨的教诲。 啊,就像走路一样啊,我不认识路啊。 啊,佛菩萨认识路,他在前面走,我后头跟他走。 啊,这个决定没错啊。 啊,即使自己认识路了,可以不必跟他走。 啊,自己不认识路的时候,那你不跟着带路的人。 啊,随着自己意思是不晓得做哪些。 啊,这个道理总得要懂。 啊,要有良好的学习态度。 啊,成就自己。 啊,成就自己,就是成就众生。 祝佛菩萨,祖师大德, 祝佛菩萨,祝佛菩萨,祝佛菩萨。 啊,祝佛菩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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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啊,只有一个目标啊。 啊,只有一个目标啊。 无非是帮助后续。 啊,提节大道啊。 啊,其如读佛经济。 啊,没有一丝毫的死心。 没有偏见啊。 没有偏见啊。 这叫真善知识。 啊,这是我们从内心里头 流露出来的虔诚梦境。 啊,这个慧根是从定根发出来的。 啊,这个五根信尽念定慧,就像五尘楼一样。 信是第二尘,敬是第二尘,念是第三尘,定是第四尘,慧是第五尘。 没有第四尘,那来第五尘。 由此可止,慧根不容易。 啊,而信根从哪里建立的? 信根从前面,三颗十二道品建立的。 啊,那我们这一生当中要想成就。 不依照老办法不行啊。 啊,这是佛教化众生的老办法。 啊,几千年成就的,无论在家出家,都是以老方法成就。 啊,凡是搞新画样的,都失败。 啊,佛佛到头。啊,佛佛都走一条路啊。 啊,这个问题,希望我们呢,多想一下。 啊,发心,学佛。 啊,跟佛学习。 啊,依照佛陀的教诲,依照风险。 这叫真正学佛。 好,今天就讲此题。